Super Junior西撤日前参与直播主的直播 疑似因为喝醉狂飙脏话 让主持人尴尬阻止 还自曝过去曾为了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 而说谎自前生病推掉团体行程 更将车淫优汉有多项前科的前队友 强人并成男子汉 又疑似公开支持有艳女正义的YouTuber 整场直播意外不断脏话连篇 不只主持人慌张到不行 西撤夸张的言行举动 也让粉丝们又惊吓又愤怒 而事情发生四天 今日西撤终于在IG发文 为他在直播中骂脏话的事道歉 也向粉丝承诺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卷入任何的争议 不过针对自己抨击女超论坛的言论 他强调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道歉文一出再度掀起议论 不少网友认为他认错只认一半 对他的承诺无法信服 也让粉丝们相当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